外傳總統專機空軍一號停機棚 要讓給企業主來停放私人飛機 這是真的嗎 交通部長出面澄清 都是為了松山機場發展成首都商務機場 才會做出如此的調波 不但總統表示支持 也強調不會影響到總統專機的運作 只是單純的個案跟財團沒有關聯 總統專機空軍一號 過去在松山機場專用的停機坪 現在史無前例 無條件的要來移撥給民航局 民航局規劃 總統專機停機坪空出的一公頃多土地 將改為商務航空專區 讓企業大老闆們來停放私人飛機 為了財團擠架飛機 好讓他們可以更快捷 更便利地飛去中國 總統要讓出停機坪 這讓我們覺得真的是啼笑皆悲 北宜所思 松山機場我們現在給它重新定位 將來也希望把它發展成為都會 首都的商務機場 什麼財團掛鉤什麼 我想這個事完全沒有必要 松山機場起降也不是只有 所謂的國內的大老闆 像Toyota Ninety GE LG三星3M Microsoft 尤其這樣的一個紀錄 目前國內擁有私人飛機的大老闆 就屬鴻海的郭台銘 旺旺的蔡衍明 和遠東集團的徐旭東 只是以郭台銘私人飛機為例 在松山機場停放一天的停留費 只要一千七百六十四塊錢 換算下來每小時只要七十三塊半 停飛機的費用 竟然比去百貨公司停車還便宜 又該怎麼解釋 松山用地是取得是不易 可以說寸土寸金 它的費率一定是高費率的 應該會是一倍以上 看來為了要走向國際 就連總統專機空軍一號 也不得不靠邊兩塊去 為了向國際大財團招手 先從停飛機的特殊禮遇做起 日新聞綜合報導